好,這樣應該可能沒問題 但是我相信應該有同學會有問題 不過至少我會把它錄下來 你回去反覆操作到熟練 可是你想這個方法如果不OK 我教各位第二招 比較簡單一點點 就是說如果這個方法不OK 第二個方法就是說 你它的range開頭跟結束 除了說可以用自串之外 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頭就這個有沒有 所以你就要把頭放這裡 逗點,尾告訴大家尾就這個 有沒有,頭是B...這個什麼 B2嘛,就BI 然後尾的話就這個 所以你就把它複製過來 這個行我先註解掉 先把它這個註解代理好 寫這個方法也OK 看得懂意思吧 就是你這個是不用放一個文字 而是放一個實體的儲存格 也就是告訴大家 我是從這個範圍裡面的這個儲存格到這個儲存格 它就是一個範圍 兩個方法 看個人習慣 當然我自己習慣 我是寫上面的方法 因為反正一下就OK了 而且比較短 下面這個方法 就是你... 像這邊其實用下面這個方法 好像也蠻適合的 因為你本來就有了 所以你只要怎麼 把這個call到這裡來 把這個call到這裡來 它就形成一個範圍了 後面點Copy到 這個也把它call過來就好了 所以它其實是有機可循的 也不用特別背 像這種東西說真的背也沒意思 每個地方用到的機會也都不一樣 最重要你要理解 然後再實作 再熟練 然後一直不斷的反覆用 你就根本連記都... 而且只有一個重點就是Copy 範圍Copy到哪 最後試一下 如果OK的話 那基本上 這個地方就可以delete掉 如果你確定OK了 你不用了 你看 哇 程式突然 整個清爽許多了 OK 不過... 所以也不用一下子一定要... 像有的人就追求 一定要寫很短 不用嘛 反正先求有再求好 你不要說 是你這個地方寫這樣很厲害 但是我寫不出來 就會卡關怎麼樣 不過沒關係 OK 那我們來run一下 如果OK的話 那這地方就完成了 有沒有 其實有沒有問題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結果一模一樣 而且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這個地方 假如說你用range 來寫的話 另外一個優勢是說 它的效率 會比用儲存格來的快 為什麼 因為儲存格 它變成說 程式是一個 一個的複製 那目前當然因為只有四個 你看不出來 如果說這邊有四千個 四萬個的時候 哇 你會發現喔 它就變慢動作了 一直跳 一直跳 但是range 就OK了 所以這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請